目前,新冠病毒已经侵袭到全球至少83个国家,导致超过10万人确诊 病毒蔓延速度惊人,欧洲全线拉响警报 这时,除了减少公众接触,戴口罩,勤袭手外 手机成为了一个我们日常非常容易忽视的消毒重点 日本的呼吸道专家建议,病毒容易停留在手机表面 建议民众在回家洗手前,先替手机消毒清洁 因为病毒更喜欢附着在光滑的表面 现在流行的大屏智能手机就是一粒 在毛巾等粗糙物品上,病毒只能生存15分钟 但若是手机等光滑物体,便能生存24小时 研究显示,手机屏幕其实充满细菌 而且含菌量还比马桶座高出3.5倍 我们会清洁门把手、水龙头等等人们日常接触到的物品 但是不是很少想过要帮手机消毒杀菌呢? 在红外线或紫外线光的照射下 会发现手机上面附着了大量的病毒和细菌 手机的屏幕是细菌和病毒的温床 被手机上病菌感染的人数量正在逐渐增加 我们必须尽快开始养成清洁手机的习惯 使用75%的医用酒精均匀地喷在卫生棉球或无精软布上 不建议直接用高浓度的酒精消毒液 否则可能对手机的机体造成伤害或溶解 使用棉球从上到下同一方向擦拭手机屏幕 背面、侧面、手机按键缝隙、充电接口等部位 将手机静置5分钟 等待手机表面的酒精挥发 完成手机的深度消毒 待手机的酒精挥发干后 再带上保护壳 消毒时手机外壳应单独取下 重复上面步骤消毒 如果不方便购买医用酒精 也可以从超市购买这种专用的酒精消毒棉 直接擦拭手机表面的各部分 待几分钟酒精挥发干透 即可完成一次消毒 如果这些都没有 最最简单的办法 是拿一张最常见的消毒湿纸巾 每日两次擦拭手机 也可以帮助消毒杀菌